台北市長柯文哲推動了交通改革 希望環路於民 交通局現在嚴擬最快在一年之內 在火車站還有捷運站周邊呢 都會增加收費的機車停車格 鼓勵騎士要多轉成大眾運輸工具 至於這個停車的費用大約是10到30塊錢 機車就這樣停在人行道上 停管處人員依法開單 但現在交通局研議 希望一年內部分機車格開始收費 還蠻正常的 被開單方比較貴 當然不單純 因為原本是沒有收費的 民眾意見不同 停管處表示 嚴擬收費是為了活絡停車格 也要鼓勵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未來鎖定松山火車站以及捷運站周邊 收費方式以次計價 停的收費範圍 我們應該也在這範圍以內 那目前的範圍都借於10塊到30塊之間 我們大概都是會朝這方面來做整個檢視 不過看看車站周邊 停車格少之又少 民眾紛紛冒險圍停 停管處統計 目前大台北地區共有180萬輛機車 停車格卻只有19萬多 停放空間不足 市府由解套办法 汽車是朝向路外停車的方式 那所釋出的路邊的汽車停車位 經過檢討 適當的部分也會改成機車停車的空間 柯市府力推交通改革 希望環路於民 要民眾多搭捷運跟公車 從車位規劃跟停車收費 雙管齐下 就看騎士能否乖乖配合 有点TV無常安球運燕 台北報導